人生万变,恩典不变 恩与彩虹 3月19号,恩与彩虹继续出现在多伦多AM1540星岛A1中文电台下午4点钟的这个时段 那当然同时你也可以在恩与之声的YouTube频道sobom.org收听得到我们的节目 而且呢有时候我们还会不定时地放一些照片啊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不同的因为不同的主题会有不同的照片你也可以看得到 另外呢也希望你在下方可以留言给我们跟我们互动一下 告诉我们你想听到什么啦 然后呢你觉得最有兴趣的或最有趣的是哪些的课题 然后我们都会尽量地去在这个节目当中为你呈现 那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恩与大家庭 我是Beauty张文盈 你好我是小兰我也是Beauty 那说到呢其实我们非常感恩哦有这个节目时段 其实这个节目时段呢来得不容易哦 因为我们我跟Beauty都是在马来西亚 在马来西亚的话呢我们的广播电台是不允许有宗教节目 除了回教啊因为我们是一个啊以回教立国的一个国家 但是呢在加拿大这边呢就很好就大家可以呢啊去购买不同的电台里面的节目时段 所以这个节目时段呢就是恩与之声为我们购买的 然后我们制作了这个恩与彩虹那另外也非常感谢因为很多的基督徒商家他们的赞助哦 所以呢我跟Beauty的声音才能够在每个星期天下午的四点钟出现在这里陪伴你一个小时 恩与之声是加拿大注册的一间非盈利机构哦 所有的事工经费呢都是来自各地的教会 还有一些热心的基督徒奉献支持 那主要呢就是用在电视啊或是电台的见证制作 或者是购买广播时段 或者是添置一些制作器材 还有一些电脑网页啊各种网上平台等等的一些服务 我们都是需要大家的一个奉献支持才能够继续营运下去 没错我们今天做节目使用的这一支麦克风呢也是恩与之声 为我们添置的恩与事工的拓展呢需要更多的支持还有资源 那今年2023年呢预算呢是需要用到190万元的 所以呢恩与之声这一次呢有一个这样子的周年感恩晚宴 以及意向分享会 那希望呢你来奉献支持并且出席 那个日期呢就在4月1号不是愚人节 不是愚弄你是真正的愚人节啊 希望你能够记得住这个日子哦 4月1号星期六晚上六十正 我们的分享嘉宾呢是小金子Q妈 那欢迎各教会啦机构啦 还有您奉献来支持恩与之声 详情可以致点416-321-9288 恩与办公室询问 4月1号星期 stripe Governor的爱意 sweeping 你 Air on 甚至于河中大概安放大 我们的爱意夺希望 Hij处希望你能够示威支持佣 6月1号星期构 9月5日入住祭各亚 Aoai Rotterema благ 吉他 seiner野安放大 和出府给个人爱 捶牁支持好 Prevention 只剩卷为神 因祂自下独生子 主耶稣基督 如今 宛若这一个钢枪 兵穷这一个福祉 同应为主 以成就了大事 如今 宛若这一个钢枪 兵穷这一个福祉 同应为主 以成就了大事 献上感恩的心 归给七生全能神 因祂自下独生子 主耶稣基督 天上感恩的心 归给七生全能神 因祂自下独生子 主耶稣基督 如今 云若这一个钢枪 云若这一个福祉 同应为主 以成就了大事 如今 卫若这一个钢枪 兵冲着你的辅助 同音为主 一生就了大事 先上大能干门 三月份很特别 因为三月八号是妇女节 其实每一天 我们常说 如果你孝敬你的父母的话 每一天都是父亲节母亲节 你知道吗 上帝除了很爱男人之外 他也很爱女人 所以我们整个三月份就来看看 上帝所创造的女人 有什么很特别的 而且有些可能你没有发现 他有这么多的可爱之处 而且可贵之处 今天我们延续上个礼拜 我们也说三月份 有一个国语的步道会 主讲人就是一位女性 她是小金子Q妈 Q妈形容自己 小时候是一条苦瓜干 因为她的人生太苦了 小时候四岁 母亲就去世了 我觉得这是对她来说 最需要母亲的一个时候 是很大的一个打击 而父亲就很快地 娶了一个继母 继母就是不喜欢她 好像白雪公主 跟后母的故事一样 后来爸爸甚至 还把她送去别的家庭 这个领养家庭 其实对她不错 很好 但是呢 她又觉得 她始终很思念自己的家人 而她的领养家庭 对她的好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就看到她那么不快乐 那就 多领养一个女儿 就说给她有个妹妹 一起作伴 但这个妹妹呢 也是从别的家庭领养过来的 那两个人呢 都不开心 所以呢 从一个苦瓜干 变成两个苦瓜干 那她们就觉得说 要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快乐起来呢 她看到同学很快乐 她以为她们可能就是生活无忧了 后来发现说 原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 她们怎么能够在患难当中 还是有快乐呢 原来她们都相信了耶稣 她们是基督徒 那知道了原来喜乐的泉源 是来自上帝之后呢 Q妈跟她的妹妹就想说 我们也要去找一找耶稣这个人了 那在她们这一个寻找耶稣之旅当中呢 她们就来到了一个很漂亮的教堂 那她们就约了两位同学 一起来按门里找耶稣 那没想到呢 开门的是一位神父 那她们就糊里糊涂的 就进了天主教堂 那神父呢 就给她们每人一本要理问答 读完过后 还没读完圣经 她们就受洗了 那在受洗当天呢 神父就问她们 愿不愿意将自己 献给耶稣呢 她的意思呢 其实就是说当修女 就是把自己献给耶稣 那乔妈呢 当时呢 她说没有自信 而且呢 觉得自己的个性又不讨喜啊 应该嫁不出去 所以呢 当修女也不错 于是就说了愿意 那其实呢 四个女生当中啊 只有乔妈一个人愿意做修女 不过后来 她当然当不成修女咯 因为呢 上帝给她 遇上了她的一生中的最爱 就是乔洪书 那个时候的乔妈 辍学之后要找工作帮补佳祭 那虽然那个时候 她的广东话 英语都不灵光 但是神为她 预备了一个清脆的嗓子 她的声线非常的甜美 所以她就获得了 力德呼声电台国语 广播员的这份工作 后来更遇到了 第五代基督徒 乔洪书 带她认识真理 哇 力德呼声耶 她是我的前辈耶 我觉得很荣幸 虽然她是在香港的 力德呼声 然后我是在马来西亚的 但现在呢 也很感恩我们都能够用声音 来为上帝做一些的事情 那说到呢 在这个当中 她不单只得到了工作 她也认识了这个乔洪书 你知道年轻时候的乔洪书 超级帅 对 而且就是很高大 很有外国明星的那种气势 就是我们常常在小说里面 看到的那个白马王子 乔洪书了 对 大家都很喜欢她 但是呢 我觉得乔洪书很有眼光 因为你知道在电影当中 你一定会有很多的 跟女明星的合作啊 女明星都是很漂亮 很出众啊 但是呢 她却慧眼看到了 乔洪书 就是小金子 她有一颗很善良的 这个灵魂 不过原来刚开始的时候呢 他们是因为误会而在一起的 因为呢 大家那时候分不清 天主教跟基督教徒的分别 所以呢 乔洪书呢 也以为她跟自己一样是基督教徒 所以就对她展开追求 那当然了 谁能够抗拒乔洪书啊 但是呢 小金子呢 她却在那个时候觉得 我们两个人的宗教信仰不同啊 所以呢 她一度很迟疑 要不要接受她 后来乔洪书就讲了一句 好像电影里面的对白一样 很深情的一句话 就让小金子呢 愿意去接受她了 那一句对白就是 我认真喜欢你 将来我离开世界会回天家 但是我不忍心看到你 在下面受苦 就是这一段话 深深地感动了乔妈 她就接受了乔洪书的追求 一段美丽的爱情故事 就此展开啦 那两个那么好的人在一起哦 但是呢 也因为他们对各自的信仰的那个执着 所以呢 也会有一些的摩擦 那最后呢 甚至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他们能不能够结婚呢 好紧张 结果他们有没有结婚 我们就到下一期的恩与彩虹 再跟你分享咯 当然我知道你也很想亲自听到小金子 也就是我们的乔妈 亲自说她的爱情故事 亲自说她的人生故事 就在3月31日 星期五傍晚7点半 在多伦多国语华人基督教会 我们有常常喜乐国语步道会 这场的实体聚会呢 是免费入座的 当然你需要去先订个位子哦 那详情呢 可以浏览 www.sobom.org 或者是致电查询 416-321-9288 希望在当天能够见到你 我空虚的心灵 终于不再流泪 期待着雨后 缤纷的彩虹 诉说你我的约定 我不安的脚步 终于可以停歇 祝你以为我 摆订了生命的伤眼 与你有约定 与你有约是永恒的缘 彩虹为真 千古不变 我要高歌 为生命喜悦 万物歌 送你的慈爱 大地诉说你的恩典 我空虚的心灵 终于不再流泪 期待着雨后 缤纷的彩虹 诉说你我的约定 我不安的脚步 终于可以停歇 祝你以为我 摆设了生命的声言 与你有约是永恒的缘 彩虹为真 千古不变 我要高歌 为生命喜悦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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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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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3月19日的恩与彩虹 3月份呢 我们说整个月份呢 都是女人月 所以呢 我们的嘉宾也是女性 那在上个星期呢 我们就请来了许丹祥牧师 来告诉我们 她怎么样成为一位牧师的经过 那今天呢 当然我们请到了一位宝哦 当然不放过她了 请她继续跟我们分享哦 那上帝呢 是怎么样的看女性的呢 她所创造的第一位女性夏娃 是怎么样的一个女人 然后呢 还有圣经里面其他的女性 丹祥牧师 你好 圣经中有很多的女性哦 当然我们很熟悉的 其中一个就是 第一个的女人哦 就是亚当和夏娃的 那一个夏娃 神为什么会创造了亚当 然后又创造夏娃呢 其实夏娃的身份 也能够具体的 或者是整体的 代表了女人的存在的 那一个意义跟目的哦 因为神创造了亚当 然后呢 就说 那人独居不好 独居不好 就要为他创造一个女人 来帮助他 说到这个帮助啊 有些人就有意见了 有些人看圣经的时候 他看到这一点 他就觉得 为什么夏娃原来只是 生来要做一个工具人吗 就是被创造 是要来帮助亚当而已吗 真的是这样吗 丹小牧师 其实这样子说的话呢 首先说 为什么神会创造这个世界 然后创造人 我相信 我相信 再说下去的话呢 就我们的存在就很奇怪了 我们已经存在了 神都创造了 我们就要感恩 那为什么会创造亚当呢 其实神有很清楚的 就是要亚当去治理这些地 整个地 大地万物 然后呢 他要圣养众多啊 这个是后来 就是跟夏娃在一起的时候 那他是治理这地 然后呢 神就看到那人独居不好 这个不好 这个字是圣经里面 第一次出现的字 因为神造的时候都是 好 好 神看是好的 甚好 然后呢 不好 不好就是有所欠缺 要他变回好 那这一个帮助呢 其实在希伯来的原文当中呢 是神帮助人的那一个帮助哦 所以这个并不是工具人哦 是神帮助人 所以呢 就造了一个女人来帮助她 那么两个人帮助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治理神所造的一切啊 所以他们是彼此的同等的 互补互助的 一起去完成这一个的使命 诶 这里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了 因为呢 上帝在造人之前 他先造了这个世界嘛 然后也 什么地上的走兽 天上的飞鸟 都是一双一对的 都是一雄一雌的 然后为什么 只是造亚当 他不造人的时候 一次过 就是造一个男人 也造一个女人呢 为什么要分两次做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哦 但是我这么多年 好像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的 你们觉得很奇怪呢 神就是造一雄一雌一公一母 甚至我相信水里面的鱼也是 就是单单人 他只造了亚当一个 其实我相信在神的计划里面呢 也是一男一女的 但是为什么只让他一个呢 就是要在他 整个过程当中 发现到 所有的动物从他面前过 他命名 这些都不适合的 因此呢 神带了一个 他适合的来到他面前 用他的肋骨 然后造了一个女人 那所以呢 也清楚地让我们看见 不能够有人受念 因为呢 人只能跟人在一起罢了 第二呢 你的配偶伴侣 一定是异性的 就是一男一女的 所以这个是神 很清楚地让我们看见 婚姻的本质 一男一女 一夫一妻 一生一世 而且另外呢 我也觉得说 因为男人嘛 亚当他可能会觉得说 自己也好像 自己一个人也很好 他可以很独自地 去处理很多事情 但上帝让他自己 发现自己的欠缺 他需要一个伴侣 所以呢 当他需要的时候 上帝就造给他 然后所以就说 圣经里面讲 他醒过来的时候 他看到了夏娃 就爱他了 因为他先有这个需求 然后上帝再给他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说 哎呀 上帝如果爱我的话 他知道我需要什么 就我不用求 他就给我了 但不是的 上帝先让我们 认清楚自己 知道自己的欠缺是什么 然后才看到 自己的不足 他才 这个时候 他才来供应 我觉得 因人而异 有不同的 都是独特的 但是呢 这个就是关系到 什么叫做 凡事歇恩了 其实感恩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不懂得感恩 你还没有发现到 神就给你了 或者你觉得很需要 神给你 我们都会不懂得感恩 但是我们有一颗 感恩的心的时候呢 无论是我们还不知道 神就给了我们 或者我们很需要 神给我们 或者我们等了很久 神都还没给我们 我们都懂得感恩 我相信 我相信最重要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要认识 这一位神 但是呢 夏娃却犯了一个错 我们在圣经中 或者是很多人的印象 都知道说 因为夏娃偷吃了 那个禁果 所以呢 使得他又让亚当吃 所以呢 使得人类就犯罪了 根据创世纪第三章 是的 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是在原文的里面 甚至我们在看 我们的中文版呢 这一条骨蛇 就是撒旦进了 这条骨蛇的身上 然后呢 他说的是你们 所以在现场 犯案现场里面呢 不是只有一个瞎挖 只是亚当没说话罢了 亚当是在现场的 是扑了来的 是你们 是两个人的 所以整个的过程当中 亚当都站在那里的 所以当亚当和夏娃 他们吃了那 分别三二树上的果汁以后呢 因为神说不可以吃 吃的时候就必定死 所以死就产生了 那他们已经得到了 那一个的惩罚 或者是咒诅 生效了 那他们就被惩罚了 在婚姻的整个里面呢 其实也是从这边开始 女人要念慕她的丈夫 所以呢 他们已经很多价值观 或者那一个的 要看的焦点已经错了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发展到很多的夫妻关系啊 很多的婚姻的问题的产生 但是这个并不会是说 没有的救啊 神也为我们开了一条路 所以呢 神在这一个的犯罪 人犯罪了以后呢 神也为人开条路 就是预备了救恩啊 就是从女人的后裔 会有一个把这个撒旦的权势 打下去的 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是有盼望的 今天的我们呢 无论是在我们自己的 这个人生的里面 或者是我们与人的关系 尤其是夫妻之间 家庭之间的关系 其实都能够在 耶稣基督里面 得到了解决和帮助 讲解得非常清楚 我们谢谢单想牧师 那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看 圣经当中的 《其他的女性》 亚当夏娃娃 亚当夏娃犯了罪 我们与他隔离 他牺牲爱子耶稣 是我们的救赎 耶稣 天父 天父 他是你一生的救助 天父 天父 他永不予你感觉 从前 从前有一位天父 从前 从前有一位天父 他造了你和我 在宇宙还没出现 你记在他心上 圣经当中的社会 亚当夏娃犯了罪 我们与他隔离 他牺牲爱子耶稣 是我们的救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耶稣 耶稣 你是我一生的救助 天父 天父 你爱永不与我割绝 耶稣 耶稣 你是我一生的救助 天父 天父 你爱永不与我割绝 不论现在你在何处 她正在爱着你 她张开双手拥抱你 打开心门 让她来爱你 不论现在我在何处 你正在爱着我 你张开双手拥抱我 打开心门 让你来爱我 我 人生万变 恩典不变 恩与彩虹 恩与彩虹 我们今天邀请到了 许丹祥牧师 那刚才就讲了 上帝创造的第一个女人 就是夏娃 然后呢也看到说 她们做错了事情 但是上帝呢 有预备了救恩 所以上帝永远都是 一个持妇 就是她知道 孩子一定犯错 然后她也选了一个 就是后辈的一个计划 但是这一切呢 都是出于爱 那其实圣经当中呢 也有很多的女性 都记录了下来 所以呢今天我们 请丹祥牧师 继续来跟我们谈 在圣经里面的 其他几位女性 是的是的 其实呢 刚才我们说到 创世纪 第一个女人 然后呢创世纪 基本上呢 她就是一个家谱 那家谱很重要 就是要连续到 耶稣基督的这个诞生 所以说明了 整个救恩 是一个事实 也是存在的 那我们在看到 所以女人就很重要了 当然男人 女人都很重要 因为要生养众多 而这个生养众多 里面我们看到 这个家谱呢 是一代一代的 这样子下去 所以在创世纪 我们从 这个的 第一个的女人 这个夏娃 然后呢 经历到第五章的那个家谱 很多人生了 很多人死了 然后去到挪亚 挪亚大洪水以后呢 我们再看到呢 她的三个儿子 她的儿子呢 然后就到这个 亚伯拉罕 大家可能很熟悉 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 但是她们太太就是很重要啊 没有太太就没办法 生下那一个很重要的 那个人物 所以 亚伯拉罕的太太 沙拉 然后 以撒的太太 利百加 还有雅各 她有两个太太 然后还有两个就是妾 她们呢 都生了孩子 那么就一代一代的 这样子下去 而这些女人 其实她们的角色是不可以缺少的 她们都是身负重任 这些可能太多 我们也不能够一次过讲完 那讲比较出名的 有两卷书 圣经有66卷书 有两卷书在旧约 是以女人来命名的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一个就是路德纪 一个是以斯帖纪 那这两个女人呢 一个就是外邦人 然后呢 去到这个以色列人的地上 这个就是路德 另外一个呢 就是犹太人 以色列人 去到外邦人的这个土地上 那是以斯帖纪 真的耶 听丹小牧师这么分析 真的 他们两个的身份是 好像是对调的 而一个是外地人 就是外邦人的意思就是 他不是 是犹太人 所以他是嫁到了 犹太的家庭去 另外呢 就是有好像以斯帖 Esther 我们想要说 路德就是Roof Esther 很多人都取这个名字 但是可能他们 对他的故事 不是太认识 也可能不知道 那所以呢 今天我们就请丹小牧师 先从路德这个人物谈起 路德纪的整个的开始是 其实他就是很 故事性的一件事情 但是路德记他记载在圣经的里面 因为如果你在耶稣的家谱的当中呢 你就看到其实是有他的影子的存在的 那所以圣经里面 耶稣这个米赛亚的家谱里面 其实有外邦人在里面的 路德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是摩亚人 他并不是犹太人 那为什么他会嫁给犹太人呢 主要呢 就是当时玻利恒 玻利恒就是耶稣出世的地方 发生大饥荒 其实玻利恒这个地方的名字就是 粮食之仓 这是粮食之仓 竟然发生大饥荒 是一个很讽刺的事情 当时呢 这一个以利米勒呢 就是路德的家公 还没有还没有嫁给他们 那么他就跟他的太太 带着两个儿子呢 就从家乡 玻利恒就离开了 就去到没有饥荒的地方 就是摩亚地那边去生活 就好像我们比如是住在吉达 本来就是长很多稻米之乡的 饥荒哦 怎么办 跑到去泰国的 那边住 大概是这样的 其实真的 因为当时那个就业的时代呢 摩亚这个地方就有点像 这个地方 这样子 真的 那就去到那边住 当然在那边住久了 孩子长大了 两个儿子就娶媳妇 两个都娶了 当地就是摩亚的女子 成为他们的太太 后来呢 这两个儿子也死了 然后家公也死了 意思就是说 三个男人都死了 则剩下三个女人 对啊 七七惨惨 哪儿米就是家婆 就带着两个的媳妇 但是呢 当时的哪儿米呢 是想自己 因为他年纪已经大了 他想到老了 又没有依靠了 就想回到自己的故乡 他也知道故乡已经没有饥荒了 当时 那他走的时候呢 基本上他没有想到 要带着两个的媳妇 第一个原因就是 两个媳妇还年轻 还可以再去嫁人 第二呢 他是一个犹太人 他也知道犹太人的那一种的文化系书 跟他们的眼光 这两个媳妇都是外邦人 那有一点困难要回到去 所以其实到半路的时候呢 他是要求这两个媳妇走吧 你们再去再嫁人吧 我也没办法了 这么老了 我也没办法替你们再生下孩子 儿子给你做丈夫 就算生得下来又很小 你怎么等他长大呢 我觉得这个家婆很可爱 他怎么会讲这番话 他说他可能是在一个极度的 无力的情况底下 他说我没有办法了 我第一没有办法养你们 然后你们丈夫都死了 我如果再生 没有办法再生 我即使再生 他们也来不及长大 也娶不到你们 所以他其实说这些话 他是希望呢 将请这两个媳妇 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中 他也不想拖累他们 是是 所以呢 其实看起来 其实这个婆媳关系是蛮好的 而且他讲的理由 其实是非常的合理 所以呢 其中一个媳妇就离开了 但是呢 路德却是不离不弃 因为对他来讲就是 他嫁了 这个就是他的家婆 就是他的家 而第二呢 可能他也看到家婆 一个老人家 孤苦伶仃的 要回到去 他愿意陪着他 所以其实他说了一番话 是我觉得在圣经里面 其中一个非常的感动的一番话 他跟他的家婆说 不要叫我离开 我要跟着你去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住的家乡就是我的家乡 你死在哪里 我也死在哪里 而且我也葬在哪里 其实他就是要让他的家婆 哪儿你知道 你就算死了 我也会陪着你 到你葬下去 我也陪着你 这一番话我觉得 这个就好像在婚礼里面的那个誓言 他延续了这一个的立月 不单只是在他的丈夫 我们说在婚礼的时候 直到死把你们分开 但是他却没有 他把这个延伸到 他丈夫的母亲的身上 照顾他到老到死到埋葬 我觉得这个就是路德最美的一个地方 他愿意陪着这个家婆 两个寡妇 回到去家婆的家乡 一个人身地不俗的一个地方 那他回到去 其实日子也不好过 因为当时 坦白说 女人的社会地位也比较低 寡妇是算是无依无靠的 我觉得听到这里 就好像我们看的一些电视剧 就是那个苦命的女主角啊 她很有爱心 很孝顺 然后呢 但是她却遭遇到很多的这个磨难 那最后这个磨难的故事是怎么样的 有了一个怎么样的结局呢 下一个部分的《恩与彩虹》 我们继续来聊路德 你要往哪里去 我也往哪里去 你的过就是我的过 你要往哪里去住宿 我也往哪里住宿 你的过就是我的过 我也往哪里去 我也往哪里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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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过就是我的过 你的过就是我的过 我要跟随 跟随 跟随 你脚从何更加美 纵然间哭 一步一步 仍要走 我 我要跟随 我要跟随 你的指引不离情 即使困顾必防 我仍见山不离 你或者是 GDP 你元与彻 rendezvous 你元与彩虹 我없이不离情 你 Prophet 月天与彩虹 我 Pon 160 我要跟随 跟随你就总和更加美 纵然艰苦 一步一步 仍要走 我要跟随 你丢着一步离棄 即使枯枯笔法 若然情善不易 我要跟随 跟随你就总和更加美 纵然艰苦 一步一步 仍要走 我要跟随 你的指引都离棄 即使枯枯疲乏 我仍天善不易 你要往哪里去 我沿往哪里去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人生万变 恩典不变 恩与彩虹 刚刚我们好像在看一部电视连续剧 而且还是家庭伦理的苦情戏 就说如果我们从路德 圣经里面的这个女性 她的角度出发 就是她嫁了人 然后先生找事 然后她的家婆要回去自己的家乡 就请她说 不如你回自己的娘家再嫁吧 但是因为她跟家婆的感情非常的好 所以她愿意留下来 而且陪她 她说什么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在哪里我也要在哪里 真的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一位女主角 就像我们电视剧里面看到的这样子 那接下来 她回到了以色列之后呢 是不是就苦尽甘来呢 其实还没有 她接下来发生的故事 我们就请丹小牧师来告诉我们了 好 这个路德记呢 其实也是在圣经里面 蛮特别的一卷书 在当中呢 没有神说的一句话 就是神没说话的 但是有提到神的名字 那在当中神虽然没有说话 却出现过两次的恰巧 两次恰巧 就是说也是蛮浪漫的 这个路德记 那么第一个恰巧呢 就是他们回到去这一个的伯利恒呢 当时的以色列人有一个的律法 规定就是如果孤儿寡妇或者是外邦人 他们无依无靠找不到吃的话呢 他们可以在这些卖田里面去撕这些卖穗 意思就是说收割的时候呢 这些的地主啊 工作人员啊 他们不能够把所有的都收得干干净净 他们要剩下一些让这一些孤苦伶仃的人 可以去拿来吃 就是一点算是做慈善事业的这种的状况 所以呢 这个路德他跟着家婆回到去 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了 那他就跟家婆说 我就去找一块这个麦田 我去试这个麦穗 家婆说好啊 祝福你 那他就恰巧 刚刚好就去到了这一个波阿斯的这一块田地 那为什么要说他恰巧是波阿斯呢 因为波阿斯基本上就是拿尔米他们这一个家族的 一个的近亲 就按照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的这个律法呢 如果这一个家庭的男人死了 他们的近亲呢 要娶过这个寡妇过去 替他们借这个的香火 有后代可以延续下去 那这个的家族才不会中断 他们的土地啊 他们的一些东西产业 也可以延续下去 因此呢 他恰巧 他不知道这个人 这个田地是谁的 这个麦田是谁的 他就去了 我们相信这是神的工作 那我相信呢 拿尔米他可能他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位近亲 但是他也没有告诉路德 就是路德就是去他选择 就是这样子选择了一块田地去施那个麦穗 那所以呢 你看我们之前说这个是家庭伦理 而且是悲剧 那来到这边呢 画风有点开始转了 就转了去到偶像剧的部分了 所以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就此展开 是的 所以呢我们在看圣经的整个的叙述的过程呢 我们相信可能波阿斯可能已经听闻到说有一个近亲 他的两个寡妇从莫亚地回来 他可能听见了 那么他在这个的麦田里面看到了这一个在市卖穗的陌生的年孔 他有去问一下这一位是谁呀 那么也有吩咐这些工人多照顾他 我相信也可能他知道这个是一个近亲的一个寡妇 也可能也觉得这个女生可能他的这个事情也被传扬开来 因为呢当纳尔米回到家乡的时候 其实一些亲人还是认得出他了 其实纳尔米的名字是田 就是小甜甜的名字 但是呢他回去的时候他就说 不要叫我小甜甜 叫我苦心连 就是玛拉 他觉得这是我的名字 我不再甜了 就是代表了他的心境 但是现在呢这一个的近亲出现了 而且波阿斯是一个大财主 那第二个恰巧是出现在哪里呢 就是出现在当纳尔米 后来呢他就教导路德 怎么去跟这一个的波阿斯要求他去照顾他们婆媳 就是说娶这个路德为妻 但是呢波阿斯知道他不是首选的 第一个如果论那个牌位的话呢 他们还有一个更亲的这个亲戚 应该理应先由他来决定 要不要娶路德过来 因此呢他就去到城门口去碰 以前没有handphone 也不能够先去约这个人 他们都是在城门口那边等的哦 恰巧哦 又是一个恰巧的 对了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恰巧的出现 这个近亲就路过了 那么呢就这个波阿斯就问他 你要娶过这一个近亲的余霜吗 这个人本来说要的 因为看到有很多的产业 但是呢想一想 如果结婚了 这个产业公分的话 他的产业也会有危险啊 我们相信是这样子啊 所以他就拒绝了 所以呢他就脱了他的鞋下来啊 这个是脱鞋人之家啊 就是当时在他们的犹太的系俗里面呢 当你拒绝这一个近亲的 娶过这个寡妇过来呢 你就要脱鞋在这个城门口啊 就是大家都在那边的 做一个见证人 所以呢 后面呢就很顺利的 很理所当然的 这个波阿斯就娶了路德过来 后来呢就生了孩子哦 这个孩子呢出世的时候 哇本来是悲剧哦 饥荒 后来呢是丰收 是卖穗 后来呢 也多了一个就是 纳尔米又有了孩子 其实是孙子啦 他们的这个家庭呢 就可以延续下去 而这一个的孩子呢 的名字也记录在 耶稣的主谱当中 所以我们看到 一个女人哦 她不知道前面会是怎么样 她是个外邦人 她很多东西不知道 但是当她凭着爱 看见这一个家婆的需要 她愿意陪伴走下去 这一份爱 我们看到神就看中了 所以姐妹们 或者是女性们 女士们 不要小看自己 只要你去做 你觉得应该的 用你的爱把它发扬出来 我相信神看见 会把这个爱加倍再加倍 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 哇 真的听到这个故事 峰回路传哦 但是当中好像 丹小牧师所说的 因为路德先付出 因为她不知道 她回去会碰到大财主 还是近亲 然后后来她又可以成为 这个财主夫人哦 但是因为她先付出 这个无私的爱 所以呢 上帝是加倍的祝福 那来到这里 我们能不能请丹小牧师呢 也做一个祷告 来祝福正在收听的女性们 好的好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创造了男人 你创造了女人 而你创造女人 并不是女人 是低人一等的 我们知道并不是的 而是男女 是同等的 在你眼前 都是珍贵的 而且我们的被造 都是有价值 有目的 有目标 有职份的 主啊 保守帮助我们在这里 每一位的女性听众 让我们能够找到 我们生命的价值 我们不小看自己 因为在神的眼中 我们是珍宝 也使用我们 让我们能够 不单止成为 我们的丈夫 或者我们身边的男士的帮助 我们更加成为 多人的祝福 就如同路德一样 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 我们面对每一个人 我们以真诚相待 真心地去爱他们 去看见他们的需要 能够帮助 使到他们 能够更加的幸福起来 让我们也看见 神你的手 就默默地在动工 我们感谢你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很多的恰巧 我们以为是理所当然 但是却不知道 那是神 你那伟大的手 在工作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 所做的一切 我们祷告 是奉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 Amen 非常感谢许丹祥牧师 成为我们的 恩与彩虹 女人乐的其中的嘉宾 我们希望呢 很快有机会 再和许丹祥牧师 在恩与彩虹这边 继续跟你分享更多 谢谢 再次的祝你 女人乐快乐 女人乐快乐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I know you understand The little child inside the man Please remember my life is in your hands And woman, hold me close to your heart However distant, don't keep us apart After all it is written in the stars Oh, well, well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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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Oh, well, well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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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Woman, please let me explain I never meant to cause your sorrow or pain So let me tell you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I love you I love you Yeah, yeah Now and forever I love you Yeah, yeah Now and forever I love you Yeah, yeah Now and forever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